大家好 下个星期呢 我们一起来听歌剧大师普奇尼 说到普奇尼 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他是歌剧大师 他的歌剧作品 说起来都是如雷贯耳 像蝴蝶夫人 图兰朵 托斯卡 波西米亚人等等 你即使没看过他的歌剧 也一定听说过这些名字 或者你即使没听说过这些名字 一定也常常听到 那里面的永叹调 比如当晴朗的一日 还有我亲爱的爸爸 为艺术 为爱情 今夜无人入睡等等 这些大概是传唱度最高的 歌剧永叹调了 在普罗大众心目中 说到歌剧 可能心里想起的 就是这些歌曲吧 普希尼生活在1858年到1924年之间 也就是说 他已经到了20世纪 在20世纪 大部分作曲家都是搞实验派音乐的 但是普希尼还是写传统的浪漫派歌剧 他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成功的作曲家了 没有之一 我有一位作曲系的同事 长期搞现代派的实验音乐研究 后来有一次去了一趟意大利 参观了普希尼的庄园 回来之后 每天跟我们大发感慨 说做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有多么风光 可是呢 没过几天 传来消息说 当代著名的电影作曲家 James Horner 驾驶私人飞机 坠机身亡的消息 本来呢 大家觉得我们写不出好曲子 是因为买不起好房子 和好汽车 现在我的同事们纷纷表示 一个有才华的作曲家 可千万不能买得起私人飞机 可是普希尼的家 到底有多么豪华呢 后来我在朋友的旅行微信里面 看到了他拍的视频 那是普希尼的别墅 在普希尼成名之后 为了躲避人群 常年生活在托斯卡纳北部的湖区 那个湖区里面有一个湖塔 因此地名也叫做湖塔 普希尼后来买下了 湖塔地区的大片土地 建了一座别墅 后来成了普希尼博物馆 他在那里隐居作曲 其实他当时身价已经 四百多万美元 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牌 玩游艇 玩名车 追女人 他说 我的歌剧都是用打猎和追女人的激情完成的 但是呢 他即使已经写出了最著名的歌剧 他还是一直郁郁寡欢 怕自己后面的歌剧写不好 我好想这一层 玩游艇 最成功的歌剧作曲家 可以说就是那个年代 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 因为在古典音乐中 歌剧是最普及的 最大纵化的 人们可能会对交响曲和奏鸣曲 敬而远之 但对歌剧都是可以说上两句的 在歌剧史上 每个成功的歌剧作曲家 都是无限风光的 像莫扎特 只要他出现在哪个酒吧 乐手们就会自动换上 他的《堂皇》或者《费加罗婚礼》来演奏 还有罗希尼 在巴黎的时候 罗希尼家的客厅 就是巴黎文艺界的中心 它的影响力甚至覆盖了贝多芬 巴尔扎克曾经自作主张地 写起了乐评 说罗希尼超过海顿贝多芬 结果留下画饼给后人耻笑 在歌剧家里面 普吉尼到达了名声和财富的顶峰 这让我想起他青年时代 艰辛的求学过程 因为父亲早逝 家里穷 音乐学院的奖学金和母亲 寄给他的钱 只能让他免于饿死 他曾经从家乡步行20公里 去比萨 看维尔地的歌剧《阿依达》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巴赫 巴赫青年时代 也是步行三天三夜 去听一位前辈的管风琴演奏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两位音乐家的意志 他们早已做好准备 要为音乐奉献人生 当时普吉尼到达比萨之后 以自己音乐家族的影响力 免费进入剧院观看歌剧 因为普吉尼的家族 在卢卡一带非常著名 家中四代都是教堂的管风琴家 和唱师班指导 都是教会音乐家 但我们知道普吉尼是意大利人 来自我的太阳的故乡 也是歌剧的故乡 在意大利没有人不会唱歌剧 没有人不知道歌剧音乐家 才是最光明的前途 那一场维尔地的阿依达 让普吉尼找到了人生目标 他打定主意 要成为维尔地那样的歌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米兰音乐学院求学的 那段艰难的岁月 后来在波西米亚人 也就是艺术家的生涯里面 得到了真实的展示 青年时代他非常勤奋 随时随地都在谱取 后来获得了提前毕业 并且很快得到了偶像 维尔地的支持 维尔地称赞他 也给他提意见 他说 普吉尼追从现代潮流 这在情理之中 但他对那种既不古典 又不现代的旋律 情有独钟 讲得比较客观啊 但是在艺术道路的一开始 普吉尼并不容易 我觉得根本原因 在于维尔地太著名了 在他的强光之下 没有其他歌剧家的 一席之地 但那段未明的时间 也让普吉尼沉下心来 钻研歌剧艺术 积累经验 威尔地在普吉尼早期的 一部神话题材的作品中 就看出了他的现代潮流 后来普吉尼几乎只写 现代题材的作品 以至后来成了 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人物 相比维尔地 普吉尼的作品并不多 一共只写了12部歌剧 而且缺乏维尔地 那样的历史厚度 但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普吉尼说 我应当在音乐中 投入真正的激情 人的感情 投入体会到的爱与痛 欢笑和泪水 这些感情要拨动我的心弦 并能震撼我 只有这时我才能创造音乐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人的情感的关注 还有他要求写作 要倾动于众 要完全来自真实的感情 在歌剧中有一种真实主义潮流 产生于19世纪末 受到了真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普吉尼和他同时代的 马斯卡尼 都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 我个人觉得 像笔才的卡门 也是此类真实主义的作品 这些歌剧力求真实主义思想 取材于现实生活 反映底层小人物的艰难生活 也揭露黑暗的社会阴暗面 它的本质是一种反抗精神 我觉得所谓的主义 通常都是一种鲁莽的划分 真实主义的概念 其实非常广泛 有时候呢 被当作现实主义 有时候又被看作自然主义 我想它更多的是一种态度 反映浪漫主义后期 各国音乐家的新音乐探索 对浪漫主义夸张式表演的 集体突围 因为呢 后期浪漫主义风格 是一种辉红的 夸张的 气势夺人的风格 很多音乐家觉得浪漫过头 浪漫过火 有点虚张声势 于是呢 他们追求真实的故事 尤其是真实的情感表达 当然采用现代题材 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瓦格纳 那种中世纪神话题材的 神剧的反叛 普切尼的所有歌剧 除了《群妖维伍》和《图兰朵》之外 其余都采用现实主义题材 表现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百态 我觉得体现真实主义的 是一些不再神话 不再浪漫的剧情 像《蝴蝶夫人》 是发生在当时 日本长期的爱情故事 《曼农》是师族大学生的爱情故事 像托斯卡类似于如今的警匪故事片 剧情跌宕几乎让人忘了歌唱艺术 而《外套》则是一出离奇的情杀案件 在这些现代题材里面 有原始的情感冲动 有暴力凶杀 因而戏剧发展紧碰而迅速 非常吸引观众 就像现在的美国大片里面 有暴力追车等等 大家看起来觉得比较刺激 也是因此呢 舞台上的人物性格鲜明 而且真实可爱 他们的生活环境富有色彩 歌剧的音乐与民间歌舞密切关联 旋律也非常好听好记 普希尼的歌剧中有不少爱情故事 因而让我们觉得他的歌剧接近抒情歌剧 但真实主义是什么呢 现实题材 反浪漫 对生活现状的逼真城市 普希尼觉得这些都不够真实 如果真实只是现实 那也太缺乏技术含量了 我想真实能够成为一种艺术 必然是对生命本质的提炼 而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 是情感的体验 是汹涌 纠结 难以解释的人的感情 其中有爱 背叛 愤怒 嫉妒 绝望 人们在情感 在情欲 在歌唱里面苏醒 这些情感也在音乐中 在歌唱中被放大了 我想所谓的真实主义 是人们摆脱一切社会意识的束缚之后 回归到人性中最本真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在波西米亚人 在蝴蝶夫人中发现的 里面的一见钟情很真实 最后为爱去死也很唯美 剧情不再是第一位的 爱情以及不可抑制的生命激情 才是永恒的 才是人的真实存在 如此在她的歌曲中 音乐总是排在第一位的 唯有真实的音乐可以直抵人心 在普希尼的歌曲中 塑造了很多让人难忘的女性 像蝴蝶夫人 乔乔桑 还有波西米亚人里面的 绣花女咪咪 还有像任性的曼农 还有热情如火 急躁而善渡的托斯卡 可以说这些女人都不算聪明 但她们非常真实可爱 栩栩如生 她们都是无私地 为爱情奉献的女子 她们在爱情中无法自拔 最后以悲剧收场 你可以感觉到 普希尼是真心爱着那些 在爱情中受煎熬的女人 这些女人也让我们非常好奇 到底普希尼的生活中 发生过怎样的爱情故事呢 说起来 普希尼的情路坎坷 她的朋友的妻子爱上了她 离开了丈夫 投奔她在胡塔的别墅 并为她生了一个孩子 在当时的意大利 是不允许离婚的 直到17年之后 艾维拉的丈夫去世 两人才正式结婚 当然在此期间 普希尼的爱情故事 也从不间断 据说她写《蝴蝶夫人》的时候 爱上了一位都灵的年轻女子 正当向她求婚的时候 自己不幸发生了车祸 那发生车祸之后的普希尼 需要有人照顾她 于是艾维拉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此外呢 我还听说过 在普希尼的别墅里面 曾经有一位女佣自杀 人们都以为 她与普希尼有染 而含恨自尽 结果呢 尸检发现她是一位处女 原来是艾维拉认为 女佣和普希尼的关系暧昧 出于嫉妒而诽谤她 逼人的女孩上吊自尽 这件事让普希尼非常伤心 艾维拉呢 因为诽谤罪 被判处五个月监禁 后来普希尼为她赔偿了 大笔钱而免了牢狱之斋 可以说普希尼生活里面发生的故事 几乎也可以写成一部爱情歌剧了 据说呢 普希尼身材修长 一表人才 富有贵族气质 而艾维拉身材肥胖 没文化 又疯狂地爱嫉妒 两个人怎么看都不般配 很多人觉得 如果她娶了一位更适合她的 也许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歌剧 也会活得更长 也不会老是和女人各种纠缠不休了 但是呢 普希尼写了那么多爱情故事的人 大概是比较了解爱情的 真正的爱情难以实现 它是人类的伤口 分离就是它的命运 在它的歌剧里面 所有爱情故事都伴随着爱恨情仇 伴随着分离和死亡 在现实生活中 那些看起来般配的 可能动不动就分手了 而那些天天吵架的冤家 倒是百年好合的 有时候爱情比音乐疯狂 好吧 下个星期 让我们一起来展开 普希尼的经典歌剧之旅 我想我们还是在后面 讲到具体歌剧的时候 再来探讨 什么是真实主义歌剧 普希尼在真实中 如何贯彻戏剧性 它的真实中 又有哪些浪漫主义成分 好 下周见 就杂联会 尝诺 escuch 每天都在 啊